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峡两岸 我是桑辰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13号 台湾开始微解封 由于各县市疫情控制情况不一样 各地也纷纷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措施 一定程度造成了民众的困扰 对此 有台媒评论指出 微解封已经成为了继疫苗政策之后 又一个撕裂台湾社会 制造社会对立的燃点 一起来看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台湾各县市针对不同行业以及情况 提出了相应的微解封措施 台北市方面允许健身房有条件的营业 并开放了一个运动中心供市民健身 后续还将开放11个 而新北市方面 运动场馆仍严格采取措施 一律暂不开放 有评论指出 民进党当局防疫部门和各县市政府 给出了不同的政策 这样的规范如同多头马车 让健身房教练和跨县市经营业者 感到无所失从 对于微解封政策中最受到关注的是否允许开放餐厅内容 全台湾只有澎湖遵照疫情指挥中心指引开放了内容 目前总计有31家业者向县政府提出申请 大多数业者仍持观望态度 对此有舆论指出 受疫情影响 即使开放内容也很难提高民众的内容意愿 随着各县市不同程度的微解封措施上路 由于民进党当局防疫部门和各县市的政策差异 诸多不变也一定程度给台湾民众带来了很多困扰 对此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评指出 微解封之乱暴露出台疫情指挥中心已经逐渐失去了公信力 而当局把责任丢给各县市还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首先是可能造成县市间的纠纷 其次还可能会造成行业冲突 等于是继疫苗政策撕裂社会后 进一步制造社会对立 所谓的微解封 其实各县市多半不敢跟进买单 尤其是民进党当局执政的县市 最后连市者想要跟进的台南市都临时改变了政策 所以微解封似乎在效果上还没有达到他想要的目标 成了没解封 反而是给台湾民众和各行业业者添加了更多烦恼 台湾企业台积电 红海以及永龄基金会与上海复兴签约购买1000万剂BNT新冠疫苗的消息已经发布 民进党当局就迅速启动了抢攻模式 12号各路人马纷纷开记者会发声明揽工为过 宣称这是当局与民间合作的成果 这一系列举动遭到了岛内媒体和网友的嘲讽 台积电和红海12号发表联合新闻稿称 将各自捐赠价值约1.75亿美元的500万剂BNT疫苗 预计最快9月底后 可按照德国原厂生产排程及台湾接种状况依序送抵台湾 据台媒报道 采购协议签订后 12号一早民进党团便召开记者会 强调当局与民间合作 BNT采购才能有突破 随后台行政机构召开专案记者会 发言人在会上宣称 是台当局的权力支持 捐赠单位权力奉献 才能在半个月内完成这项重要进展 对于上海复兴则只字不敢提 蔡英文12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感谢各方努力 将自己摆在第一位 红海则放在最后 台湾中时电子报12号发文评论称 能买到疫苗当然振奋人心 但在此过程中 却让民众再次看到民进党当局的丑陋 国民党人士用买疫苗超慢 政治收割很快 次民进党的举动 还点出疫苗采购成功 戳破了民进党的谎言 此外台湾资深媒体人赵少康12号表示 红海与台积电好不容易买到BNT疫苗 民进党当局又在意识形态作祟下 要求药厂为台湾量身感知 没有复必泰标签的包装 导致疫苗要拖延四个星期才能到货 他同批 现在救人如救火 赶快让这批疫苗从德国原厂直接上级来台 给民众接种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0号 驻蒙温州第七届海峡青年创新创业季启动仪式 在浙江温州举行 来自两岸60多名青年学生共同见证 海峡青年创新创业季活动自2015年以来 已连续7年举办 北季已有4000多人次两岸青年参加活动 一度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系列活动的亮点 本届创新创业季活动从7月开始 历史5个月 包括海峡有度 创意无限 两岸青年创课工作坊 台湾大学生实习时间月活动 两岸大学生暑期医学人文交流营 两岸大学生欧首艺之旅暑期夏令营等八项子活动 内容联动温州各高校 辐射温州各地 内容涉及文化交流 实习实践创业创新 过程中我们有就是需要培养默契 然后去了解对方的一些思想方面 然后这过程中就是他们的想法都特别的明确 也特别的有创意 有学者提出 关于美国反对两岸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说法 并不单单是在保护台湾 分析称美官员近期表态不支持台独也印证了这一点 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在支持台湾方面开始收敛 如何看待美国对台政策的脉络 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请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日前举办的台海新观察研讨会上 有学者提出 美国反对两岸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说法 并不是单单在保护台湾 他表示 美国官员近期不支持台独的说法也印证了这一点 有声音分析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支持台湾方面开始变得收敛 解决台湾问题还是要靠中国自己 美国是否仍在台海说一套做一套呢 而近期屡屡表态 背后又隐藏着哪些玄机 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 台湾政治大学兼任副教授赖宇谦先生 北京社科院台研所政治室副主任张华先生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丧生意好 赖宇谦的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针对近期美国相关的涉台言论和表态 有关学者是如何解析的呢 我们通过新闻来了解一下近一个短片 日前 华中师范大学举办台海新观察研讨会 学者邵宗海在会上提出 对于美国经常表示的 反对两岸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 并非像台湾认为的 单单是在保护台湾 他表示 白宫印台事务协调官坎贝尔 日前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说法 也印证了这一点 这句话不只是对大陆说的 同时也是对台湾或者其他美国的盟国说的 有声音分析 以上说法并不意味着美国在支持台湾方面开始收敛 这种想法太过乐观 对于台湾问题 不仅要看美国说什么 更要看美国做什么 归根结底 解决台湾问题还是要靠中国自己 在谈到台海局势的时候 美国经常会说 他们持续反对两岸任何一方 单方面的去改变台海的现状 您觉得这句话 美国主要是想说给谁来听 而为什么他害怕台海的现状被改变呢 首先我们从历史上来捋一下 美国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言辞来说出来 虽然这一次主要阐述美国单方面改变现状 这个政策的是台湾的学者叫邵东海 他认为是说 1979年美国与台湾关系法里面有一条说是 任何以非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这种努力 都是被视为对西太的威胁 他认为是原的这儿可能是不太准确的说法 真正的源头可能是自从当时的蒋介石带领他的国民党集团 逃到台湾以后 美国就形成这样的政策 那最近的表态是什么时候呢 在2003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美国 跟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曾经有一个谈话 在那个谈话当中 小布什当着非常多记者的面公开讲说 美国是反对两岸单方面改变现状的 同时他认为说 在那个时候 表现出改变现状的是台湾方面 这是美国所坚决反对的 那这个计划表得就非常清楚 美国也是反对台湾方面改变现状的 那最近的一次是2019年2月份 当时台湾岛内的这个基督势力 这个郭碧鸿 他是这个所谓的喜乐岛联盟的负责人 他曾经发起了一个所谓的统都公投 在岛内出现这样声音之后 美国在台协会的发言人孟宇和曾经有一个表态 说美国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 美国不支持统都公投 这是最近的一个表态 通过刚才梳理说历史上 美国有关这个问题的表态可以看出 美国所谓的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 不仅是针对我们大陆 也是针对台湾岛内的当局的 尤其是针对岛内的激进态度分裂活动的 我刚才我捋了在这个TGP这种时期 包括在2019年 当岛内出现重大的态度事变的时候 美国都第一次进行战船说 我表达反对 非常清楚地说 美国这样一个政策 针对的是我们两岸双方 包括我们大陆 当然也包括台湾当局 那他的目的也非常清楚 就是要维持两岸 所谓的不同不独的这个状态 美国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政策 就是担心什么呢 一方面要阻挠我们中国统一台湾 这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 另一方面 他也担心岛内的激进态度活动 如果搞得非常的紧张的话 那中国大陆一定会采取 强有力的方式进行反制 而这是美国也无所适从 到底是介入还是不介入 这美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 所以他索性说要反对两岸 但方便改变形状 其实我们知道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本来应该是 有两岸的中国人 我们自己来解决 但是刚才张先生分析了 长久以来 美国作为一个狱外势力 却偏偏要插手其中 而他这样的一个表态 明明是说给两岸听 但是我们看到 却引起了台湾当局 现在蔡英文当局 包括美国的一些盟友 像日本等等的一些误读 因为在他们看来 美国现在说这样的话 就是在单单的保护台湾 对台湾当局的一种支持 那么赖教授您觉得 为什么会引发这样的误读 而误读的后果又是什么 反对两岸任何一方 片面的改变现状 之所以会造成误解 最主要的是两个因素 一个是客观的环境 第二个是主观的认知 产生的变化 客观的环境的变化是来自于大陆 大陆在这段时间快速的兴起 不管是在军事力量也好 在经济力量也好 科技力量也好 那把日本远远的抛在后面 那台湾更不用说了 已经跟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所有的力量 包括军事力量 都往大陆这一方倾斜 我们就会感觉到说 是不是片面的现状 已经被改变了 其实这是一个认知上的一个误解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导火线在哪里 导火线当然就在蔡英文 蔡英文的不承认九二共识 否认九二共识 那当然你否认九二共识 台湾怎么还能够 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WHA呢 那美国人就说那现状改变了 可是现状改变并不是大陆改变 是蔡英文改变的 美国难道有这么大的误解吗 第二个部分在哪里 第二个部分就是 由于美国一直在打台湾牌 不断地打台湾牌 一直升高这个访台的 这些美国官员的层级 而且变本加厉 在这个情形下 大陆当然要对于美国 那么做出一些回应 在做出这些回应的时候 很明显的就当然会增加了 军事上的压力 当然军事上的压力越来越增加 也就是当美国的军机 即使是被增掉 作为民用的军机 或者是美国的这些航空器 或是美国的这些官员 或是参议员们 路易不绝地到台湾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双方之间 台海之间的军事上的这种活动 就越来越频繁了 尤其是大陆的军机 越过台海中线也好 或者是航母 辽宁号的航母 那么穿越台湾海峡 或者是在台湾的东部 或者是在巴士海峡 这些航行 这样的一个动作 难道不就是回应美国 跟台独分子的一种动作吗 这样的情形 请问现状被片面改变 片面难道不就是因为蔡英文 不就是因为美国吗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那么会认知上会产生变化 但是它产生的发酵在哪里 产生的发酵是 当美国变本加厉的时候 就助长了台独的气焰 因为台独的人 就会认为说 美国在给他撑腰 要他的活动再大一点 的确正是由于 岛内的台独分子 包括像日本等一些美国的盟友 误解了美国的这样一个表态 所以才不断地进行 一些台独分裂活动 包括可能在涉台问题上 也敢于大放厥词 所以造成了现在台海局势 不断地紧张升级 所以我们注意到 前不久美国白宫的坎贝尔 在谈到美国对台战略的时候 就明确表态 他第一点就提到说 一定要确保台海的和平和稳定 那我们就很好奇了 美国一边在台海挑事 闹事 但是又说要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 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们中国大陆也主张 台海继续要和平稳定 包括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 我们现在也是坚持和平统一 一共两制 我们主要大的方向 还是要采取和平的方式 对和平这一点 不论是美国 台湾岛内民众 包括我们中国大陆 没有任何人反对 那现在问题是 谁造成了台湾地区和平稳定 受到威胁 非常清楚 是因为2016年 参议会上台以来 不成为九个共识 十两岸地区的和平稳定 无法得到保障 使台海地区的形势 更加的严峻复杂 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原因 这个根在哪 根在岛内的台湾当局 那我们还有一点 要必须指明的是 和平稳定 不能以所谓的国家主权 和领土安全 受到破坏为代价 我们试问一下美国 在1861年的时候 当南方的美国联邦国 要分裂美国的时候 当时的美国有没有说 我们要和平稳定 我们不能打仗 当时的美国这么做了吗 没有 他们打了四年的内战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美国的国家的主权 和领土完全受到了威胁 那同样 在现在 当台湾岛内的台独分子 要分裂我们 这个中国的领土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不能说 要采取这种强有力的方式 来捍卫我们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呢 所以不能简单的一说 和平稳定 这样一个非常华丽的刺招 然后来套来任何一个方面 因为我们的主权安全 受到威胁了 我们当然有权利来说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而且我们在长久以来对开政策里面 我们确实是主张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岛内的台独分子不答应 所以责任完全在台湾岛内一方面 不能简单的说和平稳定就高一些 而是说要看具体情况 我们从大的方面 还是要坚持和平的方式来实现两岸统一 但是呢我们也有一句话 就是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如果说违反了我们反复的国家法的第八条 再比如说域外势力 如果介入了台海事务 那我们全体中国人都是不能够允许的 而且在前几天七一讲话中 我们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强调 任何人不要低估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持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确实我们当然希望台海应该是和平之海 也本应该是和平之海 但是像您所说的 正是由于台独分子和美方的 这样一个不断的勾连 在这里兴风作浪 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 不和平不稳定的局面 那么在坎贝尔的表台当中 我们注意到他第二点就提到了说 美国会依据与台湾关系法 继续确保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能力 并且希望台海能够维持现状 那么来教授您觉得在美国眼中 台海的现状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而又会如何来维持呢 坎贝尔在这一次的讲话中 释放出两个重大的讯息 第一个讯息就是美国要有能力 第二个讯息是什么呢 第二个讯息就是 美国主张要两岸维持现状 所以对坎贝尔来说的话 他的所谓的维持现状 是不赞成两岸用各种形式统一 那当然他也不会支持台独 因为我们再强调 他知道一旦台独 两岸就势必统一 好那重点就在于 我刚刚前面所说的 坎贝尔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要有能力 美国要有能力的意思就是 美国要有足够的经济的 还有就是军事的能力 特别是要有军事的能力 因此美国认为他必须要在南海 在东海存在 而且他的军事动作要大 而且要展现他的肌肉 他认为要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来吓阻中国大陆 让大陆相信美国一定会有所作为 这样的情形 有时候我们就叫做恫吓 也就是叫做军事恫吓 这个是在美国外交上 常常采用的一种办法 也就是我用军事恫吓的方法 来达到我要的政治目的 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 坎贝尔的讲话中 已经透露出美国的军方 在这段时间内 在台海也好 在南海也好 他的军事动作会越来越大 而且他会拉他的盟国 包括英国 澳大利亚 印度 日本 法国 德国 北约等相关国家 在这个地方做更多的军事动作 其实长久以来在美方看来 他们所希望的台海局势 可能就是一种永久的 和平分裂的状况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够从中作收余力 可以打好台湾这张牌 用它作为筹码 去压制大陆的发展 所以近期尽管美国方面 频频表态说 不支持台湾独立 可是我们注意到 坎贝尔还说了另外的一些话 比如说美国支持台湾的尊严等等 所以有人说 这也听到了美国的一些弦外之音 所谓的支持台湾的尊严 尊严这两个字 本身是台湾岛内经常使用的一个词 为什么呢 因为在日本知名台湾时期 日本人把台湾当成二等公民 所以台湾岛内民众 对于这个尊严非常的敏感 在任何场合 他们又提出说 我要有这个对等尊严等等等等 在后来 在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 台湾人也不断提出说 我要有对等要尊严等等等等 那现在美国人把台湾岛内这样一个说辞 搬出来说 他要支持台湾所谓的尊严 那美国确实是包藏祸心 包藏什么祸心呢 台湾人一般所称的尊严 大概有几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是说 把台湾当作一个类似于国家的政治实体 那你坎贝尔说 支持台湾所谓的尊严 那你对台湾的政治定位到底是如何 也是要把台湾视为一个类似于这个国家的政治实体吗 那这一点我们要提出之意 第二点 在所谓的尊严这个词 在台湾岛内广泛使用的时候 还有一个场景 就是在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时候 说他们要有享受在国际上所谓的尊严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问美国 是不是说 你接下来在很多国际场合 也要支持台湾参加某些 以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我们看到上半年五月份的时候 美国曾经强力的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下半年还有联合国大会 可能还有什么APAC峰会 还有什么美国举办的所谓的民主峰会 等等等等 那在这些国际场合 你美国是不是打着所谓的 支持台湾尊严的旗号 然后让台湾能够挤身到一些国际组织当中呢 这些都是我们要高度关注的一些问题 那台湾人怎么才能拥有尊严 台湾人拥有尊严不是说美国支持你 那台湾人真正的拥有尊严是说 能够融入到我们中华大家庭当中 两岸能够共享作为中国人的尊严 这才是台湾人真正应该享有的尊严 所以说对于美国近期频频的表态 很多的评论也认为说 不要认为他嘴上说得很好听啊 什么不承认台湾独立了 仅仅发展的是非官方关系啊 因为美国向来的做法呢 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那么赖教授您觉得 接下来美国究竟会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呢 美国人虽然嘴巴讲我不支持台独 但是他暗中都在支持台独 因为他认为台湾如果有台独这个声音的话 美国就可以增加他的筹码 所以大家都会认为美国人是说一套做一套 这样的情形就是根源于 美国对台政策的错误所定 美国的对台政策会发生错误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的对华政策 对中国大陆的政策 因为美国认为打台湾牌会获得巨大的政治利益 或者获得相当的政治效益 也就是说由于他一直打台湾牌的话 那么可以牵制中国大陆 那牵制了中国大陆 这张台湾牌根本跟美国没有关嘛 美国不用付出什么成本 所以他只要在台湾的内部鼓动这些台独分子 那么动作一点大一点 事情多做一点 然后呢他就开始说说 要给台湾有足够的国际参与的空间 然后要维持台湾的目前的这种政治 的生活心态 所谓的言论 思想民主的制度 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去牵制中国大陆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中国大陆本身感觉到困扰 然后最后他可以跟大陆来换得一些利益 你想想看 今天台独的企业为什么会那么嚣张 难道不正是在于他们觉得美国实际上就是希望他很有活动力 很活跃 而且那要很积极 因此他很清楚的知道美国人一定是说一套做一套 对外装的说他反对台独 但是实际上台独的活动正是符合美国人的利益 因为这样的话美国才有牌可以打 美国有牌可以打 对美国人来讲就可以获得利益 的确长久的斗争经验已经充分的告诉我们 现在是绝对不能够相信 美国会放弃利用台湾这枚棋子来压制大陆发展的战略 如果任由美台非官方关系任意发展的话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会是实质台独 所以现在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美国说一套做一套 严防他们打着所谓一中政策的旗号 而行推动一中一台之事 好 感谢两位的点评与分析 谢谢赖教授 谢谢主持人 朋友们 再见 谢谢张建盛 谢谢 再见 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 再会